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4月底到7月初 台湾宜兰的南方澳渔港 一大早就有大批的买家 挤进渔市拍卖场 准备抢购现捞的渔获 这些琳琅满目的新鲜渔获 大多来自于钓鱼台猎雨周边海域 这次就是鬼头刀 李安导演在少年拍的电影里 所出现的飞舞 现在有协定海域 这头也给它安心了 渔民口中的协定海域 就是西元2013年4月10日 中华民国与日本签署的 台日渔业协议所适用的海域 这项协议以经纬度划定 排除对方法令适用海域 及特别合作海域 划设北纬27度以南日本八重山群岛 与宫古群岛以北的协议适用海域 台湾渔民在此区域可以自由作业 不受日本公务船干扰 这是台湾与日本双方自1996年开始渔业谈判以来 16次谈判均无结果后 首度对台日重叠的专属经济海域的 渔船作业安排达成协议 这是台日渔业谈判的重大突破 也是双方40多年渔业纠纷的初步解决 本协议并未涉及双方对钓鱼台主权的主张 台日渔业协议签订过程中 中华民国政府始终坚持捍卫主权 保护渔权的立场 并非以主权来换取渔权 因此在协议中特别加入维权条款 以确保我方对于钓鱼台猎语的主权及海域主张 台日渔业协议签订后 台湾渔民不受干扰的作业海域范围 达74000平方公里 超过两个台湾大 其中包括超越占定执法线 但仍在我国200海里专属经济海域范围 这三块紫色的新增渔场 面积扩大约4530平方公里 渔民每年渴望因此而增加渔货量 对中华民国而言 这个协议可说是主权未让步 渔泉大进步 钓鱼台猎语位于台湾东北方的东海 由五个无人岛和三个沿礁所组成 总面积约6.16平方公里 最大岛就叫钓鱼台 行政管辖隶属台湾宜兰县投城镇大溪里 钓鱼台猎语属于火山岛 是台湾北部大屯山、观音山山脉延伸入海的突出部分 与台湾东北三岛、花瓶语、棉花语、彭加语 在地质上是一脉相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